我特别喜欢她 当初追了她很长时间 跟她在一起后 我为她做了很多事 也为她花了很多的钱 但她却一直都不珍惜这段感情 我开过服装店 开过一些钱 我们在一起以后 在经济厂给了我们的支持 我对她挺感激 我也一直想以后 用了钱再好好报答 她跟我在一起 除了用钱时把我放在心上 其实根本不爱我 在最近越来越多 这种超想象的场景 我真的挺难受的 这里所指的欺骗究竟是什么 到底是误会还是真的欺骗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张 28岁来自黑龙江酒吧服务员 有请小张 女嘉宾小康 23岁来自山西 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小康 欢迎两位 这小片里面有很多的信息量 你追的踏实吗 对 追了多久啊 追了一年 怎么追的 我俩在2015年的时候 在KTV 朋友聚会认识的 然后当时见她第一面的时候 觉得她特别帅 帅哥 就有点饭花痴了 特别喜欢她这款的 然后玩游戏 她也挺照顾我的 地址金之类的 然后后来就跟她要微信号了 她就给了 然后追了她一共三次 就被她拒绝了两次 什么叫追了她一共三次 是表白过三次是吗 第一次是怎么表白的 第一次就跟她微信说嘛 然后见面 然后跟她表白 她就跟我说 她现在不想 实际上是那次是我没有 忘不了上一段恋情 完了我就无法投入 下一段恋情 完了 你那会儿还爱着一个人是吧 不是爱 是想 那会儿想一个人 这无所谓嘛 反正人向你表白 你没同意 对吧 对 这不是罪过呀 每个人都选择爱情的权利 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我借着我的喝醉酒了 借着酒劲跟她说的 那你当然了 你喝多酒 然后跟人说干嘛 然后第三次呢 然后第三次试的时候 是她不是那会儿开服装店 后来生意不好了 她把那服装店关了 关了以后就没工作了 我一直帮她找工作投建 我比她都上心 然后我就还跟她说这个事 还跟她表白 然后她最终还是统一了 都说这个女追男隔层纸 你这追得挺艰难是吧 没想到是吧 对 那会儿我俩刚出一段时间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她开这个服装店之前 就欠了 我那时候是借着钱开了服装店 我自己也攒了一点 然后呢 然后呢 服装店没开多长时间 就让我关了 她关了以后 她又跟我借四万块钱 她说她要还那个价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两个人 我追你的时候 我都给你付出那么多 就是她不是开服装店吗 那会儿 总去她店里买衣服 带我朋友也一块儿去 等于你是她的重要主顾 对 然后你借她四万块钱 我就借她了 借她完了以后 她当时表现特别好 就给我打千条 我不是说了吗 十个月之内我指定还 我是不是要还的 还没还 是还了 还了不就行了吗 但当时还的时候 她给我四千 一个月不是给四千吗 她当时上那个 酒吧服务员那个工作 完了以后 还完我当时工资发下来 第一天就给她打给我了 打完以后 她就觉得工资给了我 我没钱了呀 我就应该花你的呀 就这种思想 我而有钱的话 我至于会花你的吗 她就总花我的吃饭吃 不不 等等 我来翻译一下这件事 等于说 她说她欠你四万块钱 她要把四万块钱还给你 对吧 那个时候你已经是男女朋友了 对吧 然后她每个月 她确实给你还钱 还四千 还完钱之后 她就没钱了 对 所以等于你们俩在一起 过日子的钱都是你出 对 不是 那怎么不是呢 我每个月有几乎挣的钱 我几乎都还她 不是你欠人家钱 是应该还呀 孩子 你接着说 然后她就吃饭 我俩平常出去约会吃饭 所有开销都是你 对 然后她请她朋友吃饭 然后也叫我去 我当时还觉得挺高兴的 结果去了以后 每次都是我的结账 好几次了 那你怎么不说 那你怎么不说 那你认识我之前 你那个钱花的 就跟水似的 一个月你算过 你大概你得花多少钱吗 你算过吗 然后她买衣服也跟我要钱 她特别喜欢穿衣服 那潮牌你知道吗 然后 咱俩出去一下 咱俩非得 斤斤斤斤斤脚那点事 谁有钱 谁就多花点 谁就没钱 谁就少花点 主持人我觉得是 在一块该花的花 不该花的 她也跟我拿 你说她请她朋友吃饭 她也跟我拿 我觉得这就不应该了 然后她买手机 那会儿她都没钱 她这个手机完全可以不买 对不对 她非得换手机 换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我当时也没 二话没说给她换了呀 完了主持人她没认我之前 她就天天的 一有人就找她出去吃饭 屁点屁点就去给人买单 就她没认识你之前 她花钱大手大脚对吗 对 是说她认识你之后 她就改了是吗 她这个还是我给她办 你还帮她改掉了恶媳 对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孩子 我爸妈是做生意的 然后我还有两哥哥特别疼我 然后平时我哥都给我领花钱 更别说我爸妈了 从小到大就不愁吃不愁穿这种 我那会儿对于吃穿这方面 不是特别讲究 但是就喜欢跟朋友出去玩 聚会玩 然后我这人还就 不喜欢让朋友给我买单 我就总每次总是 你喜欢玩 而且你喜欢买单 对 就算玩吧 也不能一个月得教你去个七八次吧 正常的朋友一个月聚四次也行啊 这一个月你得聚多少次啊 但是主持人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把那些欠我钱抛的名单 都给我列出来了 挨个找人要钱 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谁去要 他去要 他去帮我要 你去追债去了 然后帮他追债一下 他跟我那最好的闺蜜 女闺蜜要钱去 人就当时打电话就说 还几天 现在没钱 他非得不行 当时就打着车去找人家去玩 我特好奇一件事 这个要钱的事 是你委托他去要的 还是他自己去要的 他自己帮我要的 你没委托过他 没有 那钱要回来给谁了呢 他就所有我 他帮我省的钱 都全花在他身上了 啥意思呢 就是我俩不是在一块了吗 然后我那会儿也 他不让我出去聚会了呀 最大的爱好 都给我打钻 我不干啥了呀 就然后就天天 他不是喜欢买衣服吗 哦 明白了 等于他要回来这些钱 钱是给你了 但是花到哪了呢 又花回他身上了 对 他说的对吗 对 对 那你怎么就要 把了他给习惯 他不是还是大手大脚 他起码 他起码把钱花在哪 他能看着 他要给他那帮酒朋友花的话 他看着都看不着 他起码把钱花给你了 对 他起码得到一份感情 对吧 但是后边以后 他刚还完我四万块钱 他张嘴就跟我借一万三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这是怎么回事 你也不缺钱花呀 对吧 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对呀 他就跟我说 我北京朋友出事了 我这边支援一点 我当时自己就留了个心眼 后来我就看他 我从来不翻他手机 特别信任他 然后后来有一天 我就翻他手机 翻到一条转账记录 三万块钱的转账记录 我当时就特别生气 我说就想 你从哪来这么多钱呀 你不就跟我借一万三吗 那一万七从哪来的 我自己偷摸攒子 偷摸攒子 这个词用的 咱干嘛要偷摸呢 这不是我们出来都不容易吗 谁都想 过年 兜里揣点钱回去 不是揣点钱 你挣的钱 你自己出来挣的钱 你干嘛要偷摸呢 这不是我俩出对象呢吗 不是你俩出对象怎么了 我就不得留一手吗 留一手 对 留什么一手呢 说白了就是我想以后 自己干的啥 我不想再给别人打工的 结果我一直问他 我说你这转账记录 我说微信聊天记录 你俩你也都清空了 那肯定有事呀 对不对 没事你清空干啥 我就问他 问好几遍不承认 最后我就跟他说 咱俩掰了吧 不处了 我不想跟你在一块了 他这才告诉我 他前女友要买房 付房子首付 三万块钱 他给了 我当时就觉得 这是我 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对不对 两个人在一块 干干净净地在一块 你跟前女友 更何况他之前 答应的我好好 跟前女友就是老死不想往来 特别恨的前女友 然后现在人就张嘴 我俩现在就是普通的朋友 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人一张嘴 跟你要三万 你就啪二话不想 就给人家了 那你那会 他也帮过我呀 说明你那会就有钱了 对不对 那你那会没钱了 你怎么不花你自己的钱呢 我这不是想一号 干点啥子呢 行 听明白了这件事 然后他不管干啥 我都特别支持他 特别宠他 爱他 他那会 你别有爱这个词 我觉得那个词用的特好 特宠他这词 我特同意啊 特别宠他那会 干一段时间 就把服务员不愿意干了 想干直播 他自己就觉得 他自己特别帅呀 天天各家没事照镜子 就比我都能照 天天照天天照 他就说啊 我得干直播去 我说行的 然后他就干了嘛 干这个直播 完了以后 刚开始就没人气 没人看他呗 然后他就跟我说啊 媳妇你那啥 你帮我刷刷小礼物 捧捧人气 给我捧起来以后 我就有人气了 我说行 我也给他给你刷 刷了来来回回 刷了好几千块钱 然后他这还不乐意 还得说 你把你那朋友也交过来 给我也刷点 我就行 你那会儿跟人 要张的时候 你怎么不考虑 现在用着人家了 你现在反过来 又找人家了是吗 那你怎么不说 你每次都请他们 吃饭喝酒呢 每次都是你去 让他们帮这点小忙 就这么不乐意吗 那是帮我还是帮你啊 那帮你 那你跟人要张那会儿 你怎么不想 现在让帮你呢 然后人肯定不乐意帮他呀 如果那朋友 打我俩开始处的时候 就挺看不上他的 就觉得白眼狼 那他对你好吗 他平时对我挺好的 洗衣上做饭 啥活都我干 但是现在就连吃饭 都虐待我 什么意思 就以前不是做饭 有肉有素吗 都让我吃 现在就开始嫌弃我胖了 就天天不让我吃肉的 只吃素 我可没说啊 没说吗 没说 你怎么没说呢 你不让我吃肉菜呀 天天让我吃素 我说 我买零食不让我吃 完了 夸夸全给我撇了 就不让我吃 他喜欢羊蜜不是 他就让我瘦成羊蜜 那个样子 然后他最严重的 就让我学羊蜜 他给我看了人家 特别牛的那个 整形医院 让我去抽纸 这我就更接受不了呀 不是你不是没去了吗 那你给我找干啥 你要不想让我去 你给我找医院干啥呀 你提一句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就是 我就我就那么一说 你就那么一听就行 行 那你们俩今天为什么来 我觉得 他一直从头开始 没有真心对过我 那你走了不就完了吗 但是我心里还挺舍无的他 然后你说对一切是他误会了你 是吧 你还爱他 是这意思吗 对 姑娘你觉得他爱你吗 爱的不那么纯粹 哦 你家里人知道这些事吗 我爸 我爸知道他 但是不知道我给他花钱 这些事 哦 爱他什么呀 长得又不像杨幂 他现在跟我刚认的时候 最少得胖了20岁 咋了呢 那不是你天天在 让我在家待着 天天让我吃 让我喝吗 天天吃完饭 睡又睡觉 我没说 我让你把碗去耍 你怎么不去耍了呢 那我觉得你男人干点活怎么了 你们俩现在靠谁生活 还靠着我 是靠你还是靠你哥 靠你家你哥 家你爸妈 咱们把这话说清楚 靠着家里的 行呗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想跟您说的是 你是从哪里学到爱的方式呢 很简单 我们每一个人最初学习爱的时候 都是从父母那儿学的 从家人那儿学的 根据你刚刚的描述 你的哥哥 你的父母 是怎么爱你的呢 他们给你钱 所以你学到的爱的方式 就是我要给人钱 因为你没有别的办法 去表达你的爱 对你来说 爱就是一种付出 而这个付出 两个字 直接可以换成钱 我不知道你的父母 怎么对待你 我也不知道 你的哥哥 怎么对待你 但是我相信 你很渴望爱 渴望亲密关系 因为我可以猜想 这样的父母 往往是甩手掌柜 我给了你钱 我给了你优越的生活 你就应该幸福了 我就不用再花心思 花爱在你的身上了 好 那你有可能 在这个时候 非常渴望爱 所以你对一个男生的时候 你也同样是这样 你可能觉得说 我只要给他提供好的生活 这就够了 我不用再用心了 因为你学到的 就是这样的 对待人的方式 这是我们经常讲的 就每一个家庭 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故事 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 你就学会了 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吗 所以这就是你自己的 一个缺陷 而你要明白 这个缺陷带来的 最大的隐患是什么 最大的隐患是讨好 就是你对他的这种方式 你看追他三次 当他过去开店的时候 你给他捧场 当他开直播的时候 你还给他捧场 你总是在循环这种讨好的模式 因为你害怕 你不讨好一个男人的时候 你得不到他 所以你会一直循环 而在这样的循环当中 你会发现 讨好的另外一面是什么 是指责 因为我都对你这么好了 你居然没有达到 我想要的那个水平 我就有足够多的权力 去指责你 对吧 所以他们是完全共生的关系 讨好本质上就指责 这就是最大的隐患 那么你看到了你自己的问题 我想说跟这个男生 也说说您的问题 也是很有意思 以前您的工作是酒吧服务员 现在您的工作是爱情服务员 但是你自己也说了 你不想一辈子打工 你也希望有出息 你也希望出人头地 你也希望自己做自己的人生的主人 但是我今天就告诉你 如果你不改变 这辈子别想了 送你们两句话 第一句是爱情不能通过贿赂得到 贿赂得到的永远是贪婪 第二句送给你 爱情不可能通过祈求得到 祈求得来的是怜悯 谢谢 好 谢谢刘老师 我们的节目名字叫 爱情保卫战 就是每一队来到我们这里的男女朋友 我们都希望帮助的是 保卫他们的爱情 守护他们的爱情 或者如果是一段 不应该走下去的情感 我们来结束 但我刚才听你们俩说半天 我思绪一直混乱的 我觉得我们要帮你们保卫什么呢 你们之间有爱吗 有 你所有的陈树姑娘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我喜欢一个什么玩具或者羊娃娃 那我要花钱买呀 我要给她换服装 她会更漂亮 要花钱呀 我要给她买一个什么 增添她亮色的一个小物件 我要花钱呀 那你爱那个羊娃娃吗 我们小时候买过玩具的人都知道 那可不是爱 那就是个羊娃娃 爱情是用心和心交互 产生的一种感觉 我听到你所有对她陈树过程当中 一般没有听出爱的成分 但是我也不怪你 就是可能你从来的习惯就是 我喜欢一个东西 我就要用金钱的方式把它得到 当然不代表你没认真啊 你也是用心地想把它装扮得更好 但请你冷静地想一想 这不叫爱情 而小伙子你让我觉得更奇怪啊 你会说 他把钱用在我身上 这好他看到了呀 他不用去请客吃饭 花在别的朋友身上 那当然划算了 花给我当然划算了 就是你特别理直气壮 你怎么做到的呢 我觉得一个人需要成长 需要爱情 两方面都需要 事业的成长 爱情的滋润 但是你从他身上要得到的是什么呢 你有什么成长呢 你这样毫不觉得羞愧地花着 所谓的女朋友的钱 你怎么成长 我觉得他可能比你更善良一点 就是他用他的一直以来形成的行为模式 去代表他对这个东西喜欢 虽然他误解为那是爱情 你呢 你在做什么 你能告诉我吗 你爱他吗 我丝毫感觉不到你爱他 从你屡次三番地拒绝他 到你大言不惭地花他的钱 到你说你得像杨幂一样啊 你去整啊 我丝毫没有感觉到 你对他有爱的温度 你爱的只是他能给你带来的物质上的满足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而不是这样完全没有自尊地 去等待一个女人的事实 这不仅仅不是爱情 这更不是我们生活应该行走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谈不到宝贝爱情 也谈不到我们来讲讲 谁爱谁谁不爱谁 这个爱情如何继续 你们压根就是自己的人生观出了问题 回去端正自己人生前行的方向 再去谈爱吧 好吗 谢谢两位啊 好 谢谢杨老师 傅老师 女生我问问你 什么叫慷慨 什么叫挥霍 我来告诉你 说一个人很慷慨 是他把自己很喜爱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这叫慷慨 挥霍是把自己也不重视的东西施舍给别人 那叫挥霍 你就属于挥霍的类型 你不要以为你对那些朋友是慷慨 对他是慷慨 你只不过是挥霍 拿别人的钱来挥霍而已 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觉得你挺可怜吗 你交了几个振心朋友 你交了一个什么样的男友呢 我听男生的话 我真的 我有一种感慨 我说人啊 这一辈子 他这个人的勇气 还有没有尽头啊 我这一个男人怎么可以这么堂而皇之的说 对我好点怎么了 我防着你怎么了 我容易吗 你怎么可以这么堂而皇之啊 我觉得你啊 有点太欺负人了 还说别人不好 这不厚道吧 我没说的不好 你不口口声声说的不好吗 长得不像杨幂 你们俩之间 我就觉得你啊 把你的骨脊捡回来 你把你的脸捡回来 就这样 你们自己看吧 你们觉得是爱情就接着爱 没关系 我估计这个节目不完之后 你哥和你爹妈也就不再给你钱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原先是我不对 我希望你能重新给我一次机会 我也不要求你减肥了 就该吃吃该喝喝吧 完了我也会像从前那么对你那么好 我希望你能深思考虑一下 其实从一开始 我追你追了一年 到我们在一起 在一起一年 我对你付出了 从一开始的 喜欢你的外表 到后来为你付出金钱 都我觉得 我是觉得我特别喜欢你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但是后来你骗着我的钱去 给你钱 我确实是我 我没有骗你 确实我 就是那个钱是借的 这么长时间特别心寒 我觉得就像刚才 主持人和嘉宾说的 我觉得该考虑一下 好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关门 希望今天我们三位老师 给他们上的这场 这堂关于人生的课 可以给他们一些启发和启示 那几天喝五方红糖 在这里要感谢 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五方红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看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我们的爱情到这刚刚好 谁不多也不少 还能忘掉 我应该可以把自己说 跟他说吧 不跟我们说了 跟他说吧 跟自己说就行 我错了 我希望你能操心原谅我 我也没挡那样坏 可能我 在家里的人已经有点关系 太责任了 我觉得你语气说错了 不是先把钱还给别人 去吧 好好考虑一下 未来自己怎么生活 去吧 不整夜不吵 不必再煎熬 你可以不用记得我的好